公益信託法制的改革 時代力量黨團在2017年4月的時候就提案了 市長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提案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 都沒有被排審 這個法案很重要啊 牽涉到一些大財團大富豪 規避租稅正義 然後把錢全部都放在公益信託 稅都不用繳 然後也沒有有效的監督 這個改革大家都很注目很期待啊 所以我2017年4月我就提案了 現在2018年12月啊 法案一次都沒有排審欸 市長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了解 你不了解 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講嘛 法務部的草案在哪裡 因為你們法務部沒有提案啊 所以其他委員的提案 除非是你們法務部受益還是點頭 要不然根本不會排審啊 2017年3月22號 我在財政委員會的時候 質詢財政部部長 他說這個法案是法務部負責 他承諾我 他馬上會跟法務部講 結果他講啦 他3月講了以後我等到2018年4月 我好不容易有機會 同時質詢法務部跟財政部 我等了一年多 請問公益信託法修正 你們的法案在哪裡 然後蔡壁仲告訴我說 有啦我們很認真的 我們很認真的在研議 草案都準備好了 隨時可以提了 提在什麼地方 現在公益信託的法制進度如何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報委員 公益信託的相關的法案 因為他那個牽涉的層面非常的廣 需要更進一步 你們2017年就這樣講啦 對啊你們2017年就這樣講啊 然後你們法務部的同仁 從2017年到2018年4月的時候跟我講的是什麼 說有啦我們法務部很認真在做 我們從2009年就開始研議了 非常的複雜 從2009年法務部花錢做委託研究案 開始研議到現在 在2018年了 非常的複雜 到草案都還送不出來 所以呢 你們決定要再搞多久 搞到你們下台 還是搞到這一屆國會結束 公益信託的法制 為什麼我說社會上都在罵 來來來看齁 你請看左手邊 我4月執行完了以後 你們法務部裝得很有魄力 說有我們馬上會把草案提出來 然後媒體也幫你們法務部做新聞啊 法務部加快修法 然後等到現在 有有限系統要併購了 然後有一個公益信託要買 然後 媒體上面披露 說啊這個有漏洞 然後法務部說要修法 我從2017年看到的新聞 你們講2009年開始研究 我就不論了 從2017年的新聞 一路幫你們做到2018年的10月 所有不了解真相的人 永遠看到的都是片面的新聞說 法務部說要加快修法 法務部要修法 修到哪裡去啊 很複雜 草案什麼時候要送來嗎 法務委員 就是因為複雜 那涉及的層面非常好 所以什麼時候要送來 這部分我們會後再回去再去了解 什麼叫會後再回去了解 這不是我第一次質詢 我為了這個事情質詢幾次啊 你們能脫就脫啊 然後每次在國會裡面都說 有啦 差不多了啦 要送了啦 東西在哪裡 法務委員 這不是只有牽涉到法務部 是相關的部會 對啊 層面是非常犯的 對啊 我就是知道因為涉及到相關部會 所以我在財政委員會 各部會都在的時候 我全部都請上來 我一起請教啊 現在你們拖延修法的結果是什麼 拖延修法的結果就是 大財團大富豪 他們繼續用公益信託這個漏洞 繼續在避稅 繼續用公益信託當做引擎 來做各式各樣他們想要做的事情 法務部要研究 立法院不立法 他們高興的不得了 最好再拖啊 最好再研議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最好是這個樣子啊 你們一開始研究的時候跟社會大眾說 上一次是你們的蔡壁中在國會跟我講的 說明我們法務部很積極 從2009年就開始研議了 當然啦 他敢把2009年就開始研議的credit 算在自己身上 我也是覺得很差異啦 但是我們就以這一屆來講 以這一屆來講 你們在國會做過多少承諾 現在法案根本生不出來啊 那導致別人提的法案也沒有辦法排 我有說錯嗎 那麼也叫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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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